社交牛叉症已经配不上金晨了 这是什么风声 你问我呀 你退了吧 这时直播间不是无人区 这名字写得非常的直白 如何勾当 勾当 如何中服英俊少男 唯一一个让沈腾害羞的女明星 我这个人很小害羞 我看她的这种害羞 大提讯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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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手 这条里面有不想办 互联网已经没有他在乎的人了 哦 语P 双人的语P 貌似有两个脑袋 然后就可以跟你的对象 套在这一个P里面 油嘴就想管她歪不歪呢 嘴是真歪 是 我就喜欢我这张歪嘴 其实她看久了 她觉得蛮可爱的 嘴巴歪怎么好 就让她歪去吧 又不影响吃饭 又不影响拍戏 他好像对社恐有什么误解 很多人觉得我有社交牛叉症 其实我去人多的地方 我还是挺怯的 但想着来都来了 也不能尴尬的呀 比如饭局上 旁边坐着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会说 我跟你说个事 说你干嘛呀 我吃饱了撑的 我吃饱了撑的 这是我能免费听的吗 告诉你 你问对人了 就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这个宿舍有五个人 每人买了一大箱 吃了一箱之后 我们五个人再到镜头 再看对方 胸一点没长 脸黄了 脸黄了 再稍微收敛一点 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 你看 哇 金晨 你吃饭的动作也太夸张了吧 没有啊 我觉得你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吃饭啊 多好啊 我都饿了 您归你作为初次约会 是不是这吃饭吃的有点过猛 在家里也这么多 李大以为自己遇到了冷艳女神 其实是 穿了一身礼服 就这高跟鞋 整个人发着白光 太好看了 我就冲过去了 我就想跟她打个招呼 我还没来进去说话呢 李大给他 快救我一下 我插屁给他 仿佛忘了自己是女明星 善于各种模仿 吻 鲑蜜 一些 不 谢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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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